小我的内容和结构 小我的心智完全被过去所制约 它的制约有两个内向 内容和结构 在一个孩子因为玩具被夺走而痛哭的例子里 那个玩具就代表了内容 它和任何其他的内容都是可以互换的 任何其他的玩具或是物件都可以 你所认同的内容是被你的环境教养和周边的文化所制约的 无论这个孩子是富有还是贫穷 无论这个玩具是一个木头做的 动物还是复杂精密的电子产品 就失去他的痛苦来说没有任何差别 这个剧烈的痛苦之所以产生的原因 是在于这个字我的 这就是结构性的 无意识的 强迫性的 借由于一个物件产生关联 来强化一个人的身份认同 已经是在小我心智的结构中根深蒂固了 小我赖以生存的最基本的心智结构就是认同 认同这个字是从拉丁文 人生而来的 所以当我认同某个事物的时候 我就是它成为一样的 和什么一样呢 和我一样 我赋予它我的自我感 所以它就成为我身份认同的一部分了 认同最基本的层次就是于实体事物的认同 我的玩具稍后就变成了我的车子 我的房子 我的衣服等等 我试着在事物中寻找自己 可是却从来没有真的成功 最后还让自己迷失在这些事物中 这就是小我的命运